圣诞节的脚步逼近 除了购物商场 不少的私人派对也出现了圣诞老人 受访的服装出租业者表示 圣诞服装的需求逐年递增 有更多人选择圣诞主题的卡通人物 来看记者吴立新的报道 58岁的渔民团邀请60个朋友 参加圣诞派对 还特地租借圣诞服装 营造佳节气氛 服装出租业者表示 今年圣诞期间的生意同比增加四成 比起传统的圣诞老人 顾客尤其是年轻人 对圣诞主题的卡通人物更感兴趣 Olaf Frozen里头的那个雪人 大概全部12套 已经全部租出去了这个周末 还有圣诞的那个 一个电影叫做The Grinch 已经10套出去了这个周末 剩下一两套都货在这边 业者指出 圣诞老人仍教授欢迎 圣诞精灵的需求则呈逐年增加趋势 同比订单多了20% 可是业者却面对人手吃紧 小朋友都在玩手机 所以很难找这些人来表演 只能找业余的 薪水方面有比往年的增加 业者说不到两个月就是农历新年 目前已陆续收到财神爷和福禄寿 等农历新年吉祥物的订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